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讲多了别人也不舒服 因为你那么好 难道我们就那么差吗 其实所谓PR就是公众情绪的把控 就是一种情绪的把控 我觉得它不是理性的 你坚持做自己一定不是特别理性的 但是呢 现在的传播环境你必须变 你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让你变 但是呢 你有义务让自己变 因为你认为你要实现东西是有价值的 你必须自己来变 我们基本上不会说我必须捍卫或什么什么 我们这种词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 我们只有身段柔软 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理想 比方说我们现在会经常做一些什么故事呢 这东西也是偶然的吧 比方说我们约约约那天 我一个同事 我气死 把他的内裤算错了 比方说我们那一天卖出多少内裤 可以铺一千五百公里还是什么的 绕地球多少周 他也没人一算 你如果绕地球多少周 你这个内裤是每个算是一连五米 然后呢 哎呀 这我们脸很红了 我们在那边人嘴巴又硬 然后呢 传言错误挺温暗的 妈妈给我打电话 啊 我的内裤那么长 然后还有人设计了一款内裤 就说这V字形了嘛 直到这儿 一连五米 啊 那怎么弄 我说 马董 这个贵 你考大学一分两分的 我们数学都不好 他按怎么处理 我说 那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打电话 这句话我们就无时地记录下来 发出去 好了 就是我们公司的数学都是马董教的嘛 我觉得挺好玩 挺好玩 其实这种情绪啊 也不能太认真了 你就很认真认得错 你不知道会发生多少更多的其他的麻烦 真的 你们的数据 什么什么的 如果你说 哎呦 我们公司迟到要上市 我们的数据迟到要公布 我们傻 我们会披露一个假数据 平时肯定不信的 你现在讲什么东西 社会是一个怀疑的一个时代 所以就讲个故事好了 我觉得这个社会呢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社会还能够允许 幽默啊 正能量啊 还允许这些东西存在 你只要不被那些负能量拐骗跑了 就OK了 你就知道你自己干什么吧 错了就错 认错也要认得跟别人不一样 数学虽然跟着差 但是我远比他们好嘛 大概这个样子 我有很多缺陷的 我第一 我没有逻辑性 第二呢 我很讨厌那个跟钱打交道 而且你像我们公司这样的市场观 你发现所有的供应商 所有的博物公司 就突然有一天 就跟你有特别特别共同的话题 好 经常要约吃饭啊 什么什么的 我挺烦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让团队 来完成这个事情 比方说那时候小小子是 我们首席财务馆 我经常跟小小子说 哦 创业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很好 我说那我们就做了钱的事情 我放在这里 你帮我看到 我放不过来 我做市场观点的时候 其实小小子帮我管钱 然后那个我只管那个大方案 我决定做这个事情 比方说当时做121 淘宝商城嘛当时 他要跟淘宝形成一个区隔 所以呢 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形成区隔呢 就是用一天这么狂欢啊 但是我觉得第一年的市场 其实做得非常差 做得不好 是吧 你们真的记得121是我做市场观点的时候 那一年的1211 真的 我说因为那种区隔 你是区隔不开的 所以呢 那天我跟我们马董在一起 我说 套路商城要改个名字 他说 好了 他也想 想 他想好了 想 天猫 他说你觉得好吗 我说我当然觉得好了呀 我说你是市场的天才呀 我想一想 我理解一下 那我的脚子特别好 然后我跟马董就在那 在办公室里 对着这个名字 我拿着在笑 我说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找一下小小子 我说这个名字怎么样成功了 如果小小子一听 我们也把这个名字改成天猫 他们的眼珠子如果掉下来 我就会告诉你 这个名字肯定是成功了 小子打电话 我说在办公室吗 在 我说找你有事 他说一会儿吧 我说我真有事 他说好 我就去了 我小小子打 那个淘宝商城 我刚刚跟马董商 明年要花巨大的市场费 要推广 必须推广 小小子说 早就应该推广了 我说对了 我说当我们有个条件 那个改名 改名的话 我们就推广 他说 啊要改名 我说不改名 反正不推广嘛 因为推广也没用 你推广了淘宝商城 大家还是淘宝嘛 他说 那我没说 我不能给你改啊 那你改什么名字 我说我帮你 想那个特别好的名字 叫天猫 他就想 我说反正就这样 如果不改天猫的话 一分钱也没有 他说 我没说 我不改啊 挺好啊 但是我一个要求啊 改名的发布会 你要跟我一起去啊 你宣布啊 所以你们看 我其实很少参加发布会 然后呢 改天猫的名字呢 是我第一次参加发布会 别人说我是 中一度的员工 就是在场上 是永远在不值 然后走来走去 东晃西晃 当时记得一宣布 大家说 天雷滚滚 然后说 王帅这个人 机会拍马云的马屁 肯定说马云说的东西好 他就开始写的这么好 我们跟马云在后面 看评论 那时候一个小时 当时 微博是最热的时候 我们好像一个小时 上了那个 那个微博的综合排名第一名的那个榜单 我觉得可以 因为改的比较急啊 那个logo logo还没设计出来 怎么弄 哎呀 花60万 60万 那个全球终极这个logo 因为谁都不知道 天猫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怎么画 没发话 哎呀 我去跟我们那个 UED的头 我说 那个天猫logo 他说 我怎么给你画 这位只猫 因为谁也不知道 天猫是什么呀 我说 我真的不想要一只猫 突然那个人民币 出了一只 故意摆猫 我马上找我的法务 把这种猫的形献果 注册下来 而且 算都不用算 肯定是很吉祥的 国运 什么什么的 肯定 因为那个东西 国家也没申请专利啊 反正我们 我们注册下来了 数字是 最直接 最直观的 可以让人留下的印象的东西 对吧 但是 任何一个操盘这个事情的人 你包括任何一任总经理 他第一件事情 他本能的就想证明自己 就想证明每年要比每年做得更好 比方说今年的1111 350位有一 我当天晚上跟小子在一起了 他们夏季过来过过 1212的方案 1212的方案 哎呀 约我好长时间 还用过吗 过 我说过 就是走个流程 我说你千万不要跟1111比 你就忘掉交易额 拿过来 他们有一个提议特别好 这个必须要做 就是说 我们把那天的彩票 我们包 淘宝上的彩票包了 我们是 给那天每一个通过手机来 那个淘宝的 大家运气 还配一把 真的花钱包的 以前呢 我们就是送 送点彩票 然后呢 中不中讲 要靠概率的 我觉得我们的淘宝用户 能够产生这么有运气的用户 太好了 所以淘宝是一个有福气的地方 这个已经花了3600万 我说 这笔钱如果小子不付 或者语言不付 我去找他们 其他的 你让他们去过好了 我就管这个 你去跟他们要3600万里头 他们怎么说 很少换 我不是要 我觉得我们应该花 其实大家都蛮精明的 我一共3600万 我那天可能激活那么2000万的手机用户 我平常激活一个用户用多花钱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是好的市场 你用到计算机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行 就是一拍脑袋差不多 就OK 然后呢 说小子你看 你来给我算盘 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要有好的伙伴 小子肯定会拿着那个 转 做 有预算没有 预算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把预算捆死 你想今年市场环境 今年这个市场变中太大 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形式变了 你要把原来的预算换完 天猫 天猫那次 我会想到 我会在那一天改名字 我那时候也没想到 我们预算很多都是追加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共识 哪些东西必须要变 然后呢 哪些东西必须要投入 你这主意都是哪来的 可能偏偏玩的比较多 比方说就跟谈恋爱一样的吧 你要是谈恋爱 你时时刻刻想要谈 而不是你时时刻刻抱着他 抱着就烦了 师哥一定是结婚之前写的 因为你天天想着呢 你会创造出很多东西 结婚之后 哪有结婚之后还给老婆写诗呢 写是给自己孩子写诗 这头事情啊 用心啊 哪怕在沙漠里去走路 等下走几天 你脑子里可能 都是在这个环境 新的环境里想着 我要做的事情 对吧 你要不用心啊 你每天哪怕工作12个小时 你只是坐在 那个坐的前天耗时间的 我最想要散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